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今天 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是波兰不惊 普京的讲话也没有爆炸性的阐述 普京说 俄罗斯对侵略做出了先发制人的反应 这是被迫及时和唯一正确的决定 有网友拍到 阅兵装备被装上火车直接拉往乌克兰 就像1941年一样 与此同时 乌克兰一个旅的军队逃离军事重镇利西昌斯克 5月8日 俄军和卢干斯克联军控制了整个尼日涅耶居民点 现在 从南方到利昌西斯克的道路已打通开放 乌军整个一个旅的兵力在与联军发生小规模战斗后 直接从利昌西斯克逃走了 当前 联军正在对北敦涅茨克发起猛攻 整个郊区和城市东部的乌军已全部被清除了 在北敦涅茨克的东南部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但很快将结束 联军也在对普里沃利 谢比洛夫和贝洛哥夫罗卡三个城镇 发动积极的攻势 完全控制利昔·昌斯克是继波帕斯纳亚后 联军的又移重要胜利 北敦涅茨克也快了 敦巴斯战局已日益明朗 乌克兰海军副司令伊霍尔·贝德扎伊 乘坐MI14直升机 执行战斗任务时被俄罗斯战斗机发射的导弹命中 机组人员包括副司令员一起死亡 乌军第36独立海军陆战队旅旅长弗拉基米尔·巴拉纽克上校 呈了接下球 正在俄罗斯审前拘留中心接受审问 此外 第36旅参谋长德米特里·科勉科夫上校 也被俄顿联军俘虏 巴拉纽克上校说 他们曾请求基辅就他们的命运与俄方达成协议 但他们被欺骗了 基辅说要坚持住 说解围特险队要来了 说援助都在路上 当然 这些帮助一直没有出现 巴拉纽克还抱怨 美国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在城市战中毫无用处 因为总有一些障碍物妨碍发射 我们一次射击都没成功 只能使用其他一些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也各有缺点 巴拉纽克的军队还配备了英国提供的 NLAW反坦克导弹 他介绍 这些导弹的使用频率的确比标枪多 但它也有缺陷 天气一冷 电池就耗光了 发射不得不中止 5月8日 俄军作战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 证实他们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前线 发现了一枚基本完好的英国硫磺石反坦克导弹 该弹似乎是乌军发射失败后坠落的 但只是头部的雷达罩有轻微损伤 主弹体非常完好 而从导弹的细节可以辨认 这是一枚使用毫米波雷达制导的早期硫磺石一版本 具备发射后不管能力 性能非常先进 而根据英国政府之前公开的信息可知 他们向乌克兰援助了至少数百枚地面发射版本的硫磺石导弹 没想到这么快就落入了俄军手中 俄军也越打越聪明了 现在也开始瞄准乌军的后勤补给来了 乌克兰的克列门丘阁炼油厂被摧毁了 这是乌境内最后一个炼油厂 也就是乌军后续用油都需要从境外运输 而铁路线也被俄军炸毁的炸毁 监控的监控 如果运油跑不了那就只能用油罐车了 现在主要战场在乌东 运到乌东需要长途跋涉 凶多吉少 都是机械化重装备 没有油仗怎么打 乌克兰议会前戴基瓦称 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 如果再收不到弹药军火补给 将面临大规模投降 他称 目前士兵士气低落 甚至拒绝执行命令 看来 普京总统慢火煮青蛙的战略出见成效 顿巴斯战役即将结束 俄军号称20万 可能进入战场战斗的只有10万 有10万在边境待命 俄军依靠压制性的火力攻击乌军堡垒 正在摧毁乌军的堡垒和意志 第一第二阶段战役 以极小的代价就将获得乌东、乌南哈尔科夫、顿巴斯、蒂涅伯罗、扎巴罗热、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 总面积超过英国的土地 是乌克兰领土的四分之一 这个战果够大 很明显乌克兰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因为它已经失去了80%的油气田 所有炼油厂和大型油库 重要的粮食产区 主要的煤矿 四个大型港口 核能和煤炭发电的重要组成部分 黑海大陆架的石油和天然气田 马里乌波尔和克里维里的冶金厂 几乎全部的国家军工综合体 有哪一个国家或经济体 能够长期支撑一穷二白的乌克兰 与俄罗斯打下去 俄罗斯的胜利更大的是在战场之外 俄罗斯经济上顶住了压力 目前普京的支持率进一步上升 国内凝聚力进一步加强 民众支持特别军事行动也更坚决了 马里乌波尔之战已经打乱美国 本周美国股市大跌 表明美国已经慌乱不堪 甚至传出拜登辞职 其儿子在马里乌波尔地道被抓 或者被打死的消息 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危机已成定局 已经就是否继续支援乌克兰发生争执 美国虽然有粮食石油和武器 但俄罗斯的反击打击的是美元霸权 这对美国是致命的 全美经济调查显示 美国人对经济的悲观情绪 达到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 47%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经济表现很差 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 仅有17%的人认为 美国经济表现优异或良好 借下2014年以来的新低 扎哈罗瓦引述美国媒体说 由于不信任拜登而产生的颓废情绪 数十名伙计要离开老板 其中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约翰克里正在考虑这艘船是否会到年底 俄乌战争第一个倒下的是欧盟 石油天然气价格飞涨 社会动荡 各国政权不稳 欧盟委员会第六轮制裁俄罗斯 全面禁运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已经破功 各个国家都不愿意自杀 欧盟制裁令成了一张废纸 这七国家已经分裂 日英德法义等五国 可能最终都要放弃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制裁 成为卢布升值的主力 从而削弱美元地位 印尼和亚洲拒绝了美国的威胁 拜登可以不来 但G20不能没有普京 但是失败的拜登确实无法面对胜利的普京 但没有美国 世界照常运行地球照转 美国是不是不那么重要了 美俄现在确实是你死我活 美国生化武器实验被俄罗斯拿到铁证 这将是对美国的审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突然说 尽管俄乌冲突还没有结束 但必须将乌克兰的农业生产 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生产 重新纳入世界市场 这是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一个有意义的办法 他还说对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增加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不确定性 听了这话 美国是不是也会像封杀教皇账号一样 封杀古特雷斯的账号 他这是反对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两个月打出了一个新世界 美国和乌克兰不甘心又打起了信息战 说在黑海击沉了俄罗斯护卫舰 这可是大胜利 这两天大吹大雷 今天被乌军击沉的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复活现身 拜登在五九红场大阅兵这一天 签署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 以表示对俄罗斯的羞辱 可是如果泽连斯基被干下去了 估计后面的乌克兰领导人可能不会承认美国的援助 这笔巨款没人还了 他们可能说美国的军援根本就没送到 送到的不是被炸就是被俄军缴获 不认这笔账 之前人们高估了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强大 同时低估了普京政权社会根基的稳固 也低估了俄罗斯对承受战争的耐力 俄罗斯对战争有着充分的记忆 军人在那个国家民间意识形态中就有着很高的荣誉 一旦俄罗斯被动员起来 他最不怕的可能就是打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